咪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 咪咪... 咪咪咪咪... ло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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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男主角叫做頔頔小可愛 有訓意庫賓斗的人所 實在是很開始有夠可憐了啦 沒有出一怪的... 馬上就要出一怪囉 大家實在是太傷了 都要不定起來 我從這裡拜託大家聽起來 裡面會固定update 一刻 還有一刻的精華 好啦 這機的音頻就要開始囉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FRODO 百年歐系煞車品牌 得您信賴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正奇的 老四推車 柯P去台南 收回來的 我們再來是1994年的 CIVIC SI五代洗美 叫做EG車系三門的SI的版本 當初是這個美規的進口的版本 所以呢 它還會有天窗 而且這個天窗呢 是我最喜歡的 它是外纖式的 翹起來之後呢 你會這樣往後跑 那這個見仁見智 其實這很多台制的人 會換成那種金鑽式的頭燈 它這個還維持著原廠的玻璃頭燈 我覺得是還蠻難得 而且大牌也是當時的一個舊的大牌 而且這個當時的SI 除了天窗以外 還有一個四輪跌煞 那時候四輪跌煞就很屌了 欸 現在還有前疊後骨的車 Vios Cope R11 就應該夠前疊後骨 當初呢 它這個引擎的版本 是比起國產的 馬力還要高的版本 因為它原本有一個 舊VTEC在裡面 125匹馬力 它的鋁圈是換過的 車主去換過 這個應該我記得沒錯 這應該是仿Spoon的鋁圈 Spoon是當時喜美的一個改裝廠之一 Spoon 然後McKane 在這個時代呢 SIR已經算是性能車款 一直到六代喜美之後 才有出現Type R這個代號出現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車子好了 水切其實有一些地方呢 欸 其實它有整理過呢 沒有 它是把外面的漆都靠掉了 你看它這個其實 車子就有很多聲音都是這樣來 它真的很多東西都 蜜合度已經都不行了 年紀大了 那你再加上說 這台車不知道已經出生到 現在烤七烤過幾次了 然後每一次的烤七都要去 如果都有去拆這些膠條的話 其實它那個蜜合度 整個就是變得很差了 欸 這台車很難得 你看它連擋泥板都還在 一般都拿掉 而且後面也還在喔 所以只能說這個車子 我覺得它還滿有Sense的 它把車子回歸 盡量是原廠的狀況 而且你有發現一次 當時喔 這個喜美的車身 都比一般的所謂現在的 先輩車也好 轎車也好 都要來得低喔 你看它底盤設計都非常低 這台車應該是沒有改過避震性 我看一下 看起來是原廠的 來看一下它的內裝喔 五代最經典的就是它這個頭枕 一直到現在 你還沒有看過有車有這個設計 應該是這個設計不太好 因為後來它自己也不用了 當時的五代最鮮明的一個 就是這個頭枕 這頭枕有拍過MV出現過 你知道嗎 五代在車子的時候 那台藍色的 人家將你心 二代之下 車子很少會加一支粉 那時候 以前那個時代 你要在電視上 看到有煙是一件 很難得見到的事情 你知道嗎 會有一種叛逆 離京叛道的那種感覺 車子的加一支粉 哇 神經病 最早以前 我記得王傑 它MV裡面有一台 我記得這是什麼車 好像是艾快羅蜜歐吧 那也是吻這樣 浪子 皮衣 所以那個年代的 年輕的小朋友 然後在電視上看到這種 就會覺得 賢價 就跟現在一樣 現在網路上到處都是奶 你現在看到的奶 你有什麼感覺 沒有嘛 你了不起就想喝牛奶而已嘛 哈哈哈哈 你知道嗎 可是那個年代 出現這樣子的一個 哇 那個整個 就很有味道 還有像那個時代 有什麼攀美城 就是中信這樣 穿一個皮衣 我想要有個家 那個也是 年輕人看到 哇 這麼保守的社會 吃粉 中信 什麼都出來 有沒有 那種感覺 所以 看到 講到這個車 就是會一直 把時光追溯到 那個年代去 好 再來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那個排檔頭 上次柯P沒有介紹到 他們不知道那是什麼排檔頭 那個排檔頭 應該我沒記錯的話 是後期Type R的排檔頭 所以其實那個排檔頭 在這台車上面 是不符合年紀的 好吧 有錯 網友會執政 內裝沒什麼好看的嘛 什麼配備都沒有 它就主要就是 中間的這個葉片 很容易斷裂啦 這邊不知道為什麼 前車主不知道裝什麼 破一個洞 這我以前常常講的 這裡還有一個束縫口 這裡你只要把它打開 這邊是會束縫的 Miro 那個後照鏡的控制 看看在這 調整儀表亮度 這儀表亮度 就算調整的亮還是很暗 沒什麼好講 這個定速 這之前常常講 機械式的定速 那時候一定要換的音響 它是換Solid的 有一個重點 這個 這個十台車 有十一台都壞了 為什麼十一台 因為它一台是去幹別人的 第十一台是被幹的那一台 這個東西很爛 它放的那個高度是有限制的 你如果一杯清新 可能就下不太去 反正整個就很軟啊 這個也很軟 這個一折就斷了 很薄啦 這個很雙工 然後這個最常見的問題 就是這個扣不起來 沒想到這台竟然是好 如果我跟你講啊 有開過喜美的玩家就知道 這個有多容易換 我跟你講 喜美那個時候在做杯架 包含到六代都爛到爆 六代的喜美是翻開以後 後面有個遮板 然後那個遮板也會擋住 你飲料的厚度跟高度 所以上次DONAMI 那個科畢他們就沒有玩過這 所以他們就不知道了 DONAMI的下中控 很多六代喜美會移植流用去幹 或者是有的人會去流用日規下中控 為了就是用什麼你知道嗎 好放飲料就這樣 就這樣 就這樣 還有日規 日規比較屌 聽起來我都全車日規化 我覺得現在真的很幸福 現在我們在這邊就可以買到 日本原裝進口的車 再也不用日規化了 喔這個有東西很好用 來來來來 好這一定要講 這個手擦車對不對 手擦車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手擦車這邊是放飲料的地方 你有一個方形的熱力包什麼就放在這裡 你不懂沒關係 我有同溫層 他會留言告訴你 這很棒 這真手擦車放飲料很棒 那個年代很多 你包括那個歐洲車啊 愛快羅蜜有的沒有的 那都沒有在做杯架 台灣人又愛喝飲料 沒有杯架的車怎麼開 以前還有那種手擦箱翻開 這邊只給你兩個淺淺的那個 放博覽咖啡 那個沒人敢放 因為一下就噴掉了 好不好 我來看一下天窗 我很喜歡這個天窗 等一下拍的時候要這樣拍才帥 一定要叫這樣的啊 開在路上 那時候開這個車上路就是 叫起來一定要叫啦 怕人家不知道我這一台是美規的 就跟我有一個朋友 買了coachy的腰帶以後啊 他穿衣服都紮進去 不管穿什麼T恤他也都紮進去 因為他買了一個coachy的皮帶 怕人家不知道 我有個朋友買一個羅蕊 你知道嗎 之後他全部都穿七分袖短袖 長袖都剪掉了 背蛤蟆式的 這看起來是換過的 連這板子都還在呢 一般都不見了嗎 這不是不見的問題啊 現在有很多這兩年的車來就沒有了 因為要選配 因為要六千多塊 這個也是很標準的 那時候改車都會做的事情 來來來來 這塊板子容易壞掉 所以那時候都會自己呢 畫出圖來 去請木工裁這個板子 這個一看就知道自己裁的 你看有沒有 原本就是比較薄的乾蔗板 很薄 你只要潮濕以後乾掉就整個都變形 大變形 然後在後面就會瓶瓶瓶瓶 所以以前都會去 拿這個地毯去 叫木工 其實他這一片看起來 好像也是後來才請人家在採 這個車主很有愛 不知道是哪一任車主啦 他應該也是去 叫人家再做一塊 這樣的布出來放在這裡 然後下面這邊 以前都會做一個全部的板子 鋪在上面以後 備胎要拿掉 板子挖一個圓圈圈 放一個十吋十二吋的重吊 把喇叭放在這邊 砰砰砰砰砰 就是尾翹 那種懷念你看 不過你看他這個烤漆也是沒有菜烤 他這個膠條上面全部都烤到清 其實這應該不只一次喔 你看這個比較舊的 應該是以前烤漆噴到的 那他這一次的烤漆這麼亮 在這裡這是新的 所以這撕掉這都貼紙橫 當時這個門把也是辨識度很高 很像一個雞蛋 這一代的散熱其實不是很好 他只有靠這邊一個小小的漆巴而已 你有沒有發現他沒有水箱護罩 那到六代的時候就改掉了 這邊就有一個水箱護罩了 六代的車會被幹 都是因為那個水箱護罩 很多人改那個網子有沒有 他只要把那個水箱護罩搬轉啊 進來從這邊可以把引擎蓋打開 反而這個蓋著比較不容易 雖然這邊這個五代洗美這邊不容易開 但是洗美的鑰匙一直都很容易開 這鑰匙超簡單 跟歐巴一樣換你知道嗎 那時候HONDA也有摩托車啊 那鑰匙都長得差不多啊 所以它那個鎖也很容易挖啦 反正基本上就是一台 很好幹走的車就對了 這個上蓋應該換過了 這上蓋怎麼會有寫VTEC 我印象啦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有可能這台是94年尾批的 因為我記得啊 以前是只有寫HONDA 沒有寫VTEC 但是它有VTEC 你看它連香菇頭都沒換 以前這邊會換一個鐵的肥腸很肥 然後來這邊會有一個香菇頭 一個集氣箱 然後集氣箱呢 你要把管子往下倒 倒到去吸前面的 保桿來的狀風 這就是改進氣就對了 這裡就是進氣 它有改頭段耶 白鐵頭段耶 這是四合一 我跟你講這門話就對了 我讓我開了學費 有四合一跟四合二合一 差別在哪裡 低轉速扭力 你如果是四合一的話 你四根出來推一根 有時候那個 你起步會比較沒力 比較不容易保持扭力 比如你過完轉速掉下來以後 要再加速 那個扭力維持比較不容易 你如果四合二合一 就比較容易維持扭力 那通常啊 自排車 改排機管頭段 就要四二一 才不會開起來沒力 那因為 手排車呢 可以控制你的轉速 所以你改四一是OK的 好不好 那時候尾段剛剛沒講到 我那時候最喜歡的一根管子 就是那個 要改那個Mercane的 Mercane有一支排氣管 有回壓 爆竿好聽 覺得好聽的 下面底下留言 真的很多人 老屁股一定會跟你留言 那聲音真的超好聽 那個到現在在買 還要一支 可能還要兩三萬 看品項 如果品項差一點 可能也要將近一萬塊 那排氣管是夢幻一品 1994年到現在 啊有 水箱價值也稍微有烤漆 你看這邊漆是亮的 可是你看 比對到 比如說這裡 這裡的漆就不亮了 沒那麼亮 有沒有 比對到這裡 這個才是原始漆的漆的顏色 而且很明顯 K右邊 架子的左邊 你看這個漆是完全不亮的 然後慢慢這邊開始亮了 有沒有 從這邊開始 漸層來了 變亮了有沒有 越來越亮 所以它當初撞到 應該是靠這一車 所以這邊漆是新的 再一個當初的水箱都有夠小 這個已經好像晃過了 這已經加大了 加大還這麼小 嗯 它只能加厚 它當初是各設計一個 它引擎帶套在這邊 B16 這就是引擎號碼 那時候很多人在改引擎 就是從這邊 切下來 整塊切下來 你就會把這個名牌拿下來 然後下一個引擎再把它燒上去 邊邊再瞎眼一下 你就做了犯法的事 比較合一一點是磨掉再打 全部磨掉 再把這一組速度再打上去 欸好啦 真的介紹完了 接下來雖然它年紀到了 我們還是慢慢的出去把它試開看看 相信一定是會略顯老態 所以車子這個東西是這樣 我覺得它符合它那個年代 那它就有一個記憶在上面 也希望慢慢現在科技越來越進步 這些車不要這麼快就消失不見 那永遠都會有一群車主呢 為了這些經典的老車 為了好好的照顧它 收藏它 付出自己的心力 所以就連經典車具有空要去看一下 我們上片搞不好經典車具已經過了 我剛好週六這個可以去一下 好啦 試車 開這個車把膠帶拿出來啊 膠帶殊死戰 欸像聖吳 鄉取聖吳 鄉取聖吳是傑尼斯欸 哇我跟你講 這個一震動全部的東西都震動了 哈哈哈哈 沒有一個東西不震的 過坑洞沒有一個東西不發出聲音的 這就是喜美 哇 熟悉的 欸 這加速力道不錯呢 當初喔 這個應該是125的版本 它這個叫ZC啦 那時候有一些國產的三門喜美 蠻多都會流用ZC的這個引擎 D16吧 單凸ZC引擎 落在125匹 因為那時候的喜美沒有VTAC 我記得大概105匹左右 欸 我聞到外面的臭味了 它那個隔板應該也掛了 跟我那個飛亞特500一樣 欸飛亞特500補充一下 很多人說那個隔板隔起來 那個氧化蛋什麼什麼 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就算開室內循環 它已經封不住了 那正常來講應該要換 比如說橡膠或海綿墊圈 但像我自己個人的習慣 就是我在車上開車 我就是一定是開室內循環 我不會去開室外 我從來都不會開室外 所以我就叫柯P 乾脆把我封起來 基本上你的車又不是真空的 當你覺得說你想睡覺的時候 正常而言 你身為一個駕駛 你本來就要開窗戶開天窗 引進外氣 你不可能已經混混淒淒淒 你還放在那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是 也在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可是這一台車我覺得 好處是它沒有換避震 其它避震應該是原廠 不是那種競技設定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喜美的車很輕 所以你一改一個避震 很容易就造成 坐起來很痛苦 以前常常看到一些開喜美 你看它開路上 你都替它痛苦 為什麼 是說以前我們年輕人也是這樣 你開這個車就一定要這樣 從外面看就看到裡面的人 也是上下上下 其實是滿不舒服的 然後這個車就是 為什麼開這種車的人 音響都要開很大聲 重點音都要啪啪叫 知道為什麼了吧 因為車子裡面真的太吵了 只好用這個音樂的聲音 去壓過它 有人是不是在講 不要再K級K級了 這個就是要約定成熟 就簡單 就是大家都講 不然牛仔褲還是牛子褲 這就是大家一個通稱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不好 跳出來就是真的 你真的也沒有比較 好像你很懂這樣 我是認為 這個就是大家都是這樣一個通稱 聽得懂就好了 好不好 這個原本它的在日本本點 叫做EG 這個SI的版本 當初你只要看到天窗就是SI了 我以前也有買過一個叫DX DX是三門沒有天窗的版本 1500cc的 那我有開過那個車子 那開起來真的就還滿沒力 那開起來就跟國產的 差不多 可是主要有一個重點 SI其實那時候有一個重點 全部的三門喜美都是沒有VTEC的 可變器門 SI有VTEC 國產的都沒有VTEC 所以它們三門的都會去 流用它的上蓋 或甚至有人會換所謂的ZC引擎 ZC引擎以前俗稱叫做 Barsanar 130p的 B16A就是BARRAG 160 B18C就是BARBA 後期190 反正這個K6 開到這個車就是 非常的懷念 而且當時一律這個 國產的喜美 完全都不會有安全氣囊ABS 國產的後期有加入ABS 但氣囊是都沒有的 看到這個胖胖的四幅的方向盤 你直接你就知道說這個是 是玫瑰的 SI其實我也在我的從業生涯其實也賣過蠻多台 那它比較常見還是一些保存的問題 因為畢竟它有年紀 到現在來呢我們擔心的是車身有一些嗅死 那比較麻煩的就是它的行車電腦 它行車電腦其實蠻容易壞掉的 那一個是蠻容易壞掉的 一個是前手已經不知道經過多少的改裝了 所以那個線路可能剪又接啊 什麼弄來弄去的喔 那個線路很有可能在這個電腦方面出問題 以前流行換Spoon的那個電腦 Mercane的電腦 反正就是一個那個外掛電腦啦 然後寫程式啦 因為那個時候不像現在 可以進入這個電腦邊寫你知道嗎 那時候都寫死了 直接要外掛進去 強姦它那種 或者是就去買那種競技型的 那個原廠Spoon的電腦 或者是Mercane的電腦 直接拔插頭放過去 我印象中是這樣 所以拔拔插頭要改裝工油修什麼汽油調 反正那時候該有夠多有的東西 然後還要加大進排氣 香菇頭是一定要裝的 香菇頭CP值最高 香菇頭一裝上你車就噴噴腳了 然後引擎就轟轟轟轟 完蛋了 沒什麼爛的 怎麼這樣 它這轉速有點慢 四千轉超過 有沒有 五千轉 六千轉 五千轉 六千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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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老了啦 我們還是不要這樣抄它 它真的老了 那時候本來我們是打算說回來要沒有引擎號碼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企劃去改引擎 可是現在看起來 我看有號碼就沒辦法了 但我相信它會賣我們便宜 也是因為引擎號碼的關係 它這個車如果走到現在 沒有引擎號碼的狀況 還很值錢 你可能你在10萬以內你還買不到 因為這個真的有一些人 有一些想要回去好好收藏 然後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改裝 他就會高價買這個車子 而且再加上說這台車難得 它股價是完整的 而且大部分都是原廠的狀況 所以就更有那個價值感 這個底盤一直到現在 你看 還是非常的犀利 只是真的 我不行了 它這個引擎已經老化了衰退 不過其實能讓我這樣 剛剛這樣子一路操控下來 溫度還可以這麼穩定 這台車應該車主有稍微 跟對基建整理 冷氣其實還蠻冷 今天很熱 以前洗美的冷氣叫做黃昏排 你知道嗎 太陽一出外就不會冷 黃昏的時候冷氣變冷 它這個外圈是走公里數 所以它的24萬應該是公里 其實有時候那個年代有分 有公里的也有英里 所以其實只要看外圈大字的部分 像它這個大字的部分外圈是公里 所以它的那個 里程數的累計就是公里 看外圈 如果它外圈比較大的字是英里的話 那麼 它累計的里程數的單位就是英里 其實我懷疑這個安全清廊搞不好也沒用 趕快試試看好不好 我來看它安全清廊燈 最後洗 看小市長姿勢好不好 安全清廊燈 是所有燈號裡面最晚熄滅的 老車啦 新的不講 新的是現在走電腦的 如果老車的話 你的那個安全清廊燈 跟別的燈一起熄滅 或是比別的燈更早熄滅 那那個代表你以前 你那台老車的安全清廊燈 已經被人家截掉了 這個蠻少人知道的 就是你紅火發動之後 你的安全清廊的檢測是最晚 所以它最晚檢測完才會熄滅 所以它如果是不亮 或是跟別的燈一起熄滅 那你那台車八成 那個電腦都已經被人家截掉了 有的還用貼黑膠帶 直接連燈都沒有 安全清廊是這樣 因為它已經那麼久了 基本上 我們也不確定它會爆 但是你說一定不會爆嗎 我告訴你 我也真的遇過20幾年的車 安全清廊還是有爆的 所以只能跟你講說 燈有亮正常 最後熄滅像這一台 那它就有機會爆 只能這樣講 因為不確定它裡面的炸藥包什麼 是不是還是這個 沒有受潮還是可以爆的 這不一定 這個底盤一直到現在 你開起來還是會非常有信心 尤其它的這個車身非常的低 這個車啊 不管在什麼時代開 過彎都還是能給你滿滿的信心 這台到底要不要賣啊 怎麼辦 其實上次柯P上片以後好多人都要問 看它漂亮漂亮的時候 也是蠻舒服的 可是不賣好像放在那邊好像不知道幹嘛 怎麼辦 好啦 那這個 我再思考一下 我應該是會編整理一些小東西吧 我猜 我認識的一些休息場師傅 他們以前自己也都開這個車 所以對這種車都是遼若指掌 整理起來也會非常的輕鬆 其實這個不要貼隔熱紙 你會發現這個車是不要貼隔熱紙 很多人在講JDM 阿丹你知道JDM是什麼嗎 JDM指的是在日本當地所販售的車款 不是在日本當地所製造的車款 製造 對日本製 純日本製 以前那種JDM很喜歡貼那個你知道嗎 日本的新手貼紙有沒有看到 一個綠色的 黃色綠色箭頭 很像箭頭那個 對 日本的那個貼紙要貼 後面那塊板子有沒有 後車廂那塊板子 一般有時候還會鋪毛巾 鋪一個Type R的毛巾 還是什麼 比較有日本風味櫻花或是什麼的毛巾 因為後面那塊站板 我說很難得還在那塊有沒有 那個從外面看起來會看到 對啊 所以很多人會在那塊板子上面鋪個毛巾 做個裝飾 國旗之類的 對對對 然後才有那種風味 那時候玩車真的是比較有這種感覺 現在好像感覺 玩車都是屬於比較那種 改改晶片 然後我又花多少錢改了些紙管 然後我又改了什麼 晶片又改了幾階 比較沒有以前的那種 自己的那種小巧思 你不覺得 像我們去那種經典車劇 這有幾個流派 一個就是盡量還原成原本的樣子 這個流派 然後一個就是改到他媽都認不出來 還有一個就是把它改成自己所喜歡的樣子 就跟裝飾自己的 裝潢自己的房間 裝潢自己的房子是一樣的 好啦 那這個 1994年的CIVIC SI 今天就有介紹到這邊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滿滿的一個經典的元素 至於未來要不要販售 那就注意我們的官網 不要思緒 那讓我考慮一下 好啦 我們思考一下 有想要買就關注我們的官網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留言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 enam、二、三、四、一、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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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